来的我是一点都不紧张的 但是呢 刚刚在后面 有一个很受尊重的业界主持前辈 一直在提示我 不要紧张 不要死记硬背 是吧 搞得我现在非常难受 那我们就让我们有请 资深喜剧玩家 雪娜 我觉得你刚才主持的 一般 一般 你在后面背那么久 怎么上来还没脱稿呢 你应该把它都背下来 才能够显示 你对这个节目的认真呀 你刚才后面不是说 就要提醒来吗 怎么 还有我觉得 你念广告商的 这个那一段 不用提高嗓门 不是说一高嗓门 广告商就喜欢 广告商喜欢你 很平和地说出来 就好像大家 很多平常都很喜欢 这个商品一样 刚刚在后面 真的不是这么说的 好在我们有证人 让我们有请证人 沈鹏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也开始不要脸了 我也开始到那亮相了 今天登场好像比昨天 稍微开心一点 就是因为可能离娜姐稍微远了一点 你知道娜姐有多急吗 在后面 李淡 李淡 节奏 大家好 我是李淡 我是李淡 刚刚在后面 有一个人 一个前辈 李淡 节奏 节奏 你不要再叫我前辈了 你这改了身份证的 一直叫我前辈 快走 我喜欢人家叫我小姑娘 小心台阶 前辈 前辈